2023PLUS LEAGUE新秀體能測試會 有40位符合選秀資格的新秀參加 60球隊都派出教練或是總經理到場 藉由上午的體能與投籃測驗 了解身體靜態與動態數據 而在下午的對抗賽 則是可以近距離觀察場上表現 作為在選秀會上挑選球隊未來基石 或是普遇的參考依據 像今天或者是選秀對我們來說是特別的 給新秀一些機會可以在很多球團面前 可以表現一下 那也讓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們在場上 不只是表現可以跟他們聊聊天 我覺得可以認識一下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跟這些年輕球員接觸 選秀裡面有滿多不錯的年輕人 我們第一輪是第四順位 那當時就要看哪幾位球員是 available 那我們應該會依照我們的需求 去尋找到最適合的選手 我覺得當然會讓我們更了解到 他每一個球員的一些身體素質 然後跟他一些比賽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沒有到選秀的最後一刻 然後我們不會去把人員做決定 因為畢竟現在變化很多 對然後所以我們可能還是會在選秀的最後當天 去做出最後的決定 想被直籃球隊向總 不只要長得高 投得準 爆發力跟敏捷度更是缺一不可 原本被譽為首輪大物 政治大學的林彥廷 因為要挑戰中國CBA而退出選秀 旅美好手唐威傑同樣另有生涯規劃 台藝大的外籍城阿拉薩 在上午受傷退出體測 現場39位年輕好手 依舊拿出最佳表現 秀出實力 要成為最亮眼的一顆星星 我覺得以前做的有點比較像是一個模擬 讓自己去大概知道要怎麼做發力或是準備 那因為現在真的是自己 自己選秀做的測試 所以感覺會比較不一樣 會比較每個這種都是全力去挑戰自己這樣 指揮教練給我們的灌輸就是 你到每一隊都是要 呃 獻出就是每一隊就是缺的位置或是什麼 就是拿出你就是最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到什麼球隊 所以就是我會拿出我最好的表現 然後就是去表現自己 然後對於這個球隊的貢獻 我覺得表現算 預期之內 都還不錯 因為看自己的 心應的能力在哪裡 呃 我覺得我的手感還有一些 測移的一些 算還不錯 就是希望可以 等一下的測試會跟以後打球可以發揮出來 對 我覺得每一隊都可以參考看看 對 因為我就是屬於組織型 就是合作型 對 所以不太佔全 對 就是大學拚了四年是為了挑戰職業 然後也在這段時間做了很多準備 對 就是希望有機會能夠踏上職業的舞台 我覺得主要是防守吧 因為我覺得到職業舞台 可能防守是最需要的 那在師大的話 因為我們防守也做了蠻多 就是一些練習 所以我覺得到未來 職業是蠻大的幫助 對 手握壯延簽的新竹街口工程師 後場亦有高國豪田浩當家 將會以內線球員為目標 在UBA大專籃球聯賽 攪出23.2分 17.2籃板 大殺四方的阿拉薩 儘管裸足身高從207公分 縮水到200公分 但臂展跟戰力摸高 都名列本屆新竹前三名 已被工程師鎖定 而新竹出身 身高199公分的喬楚瑜 渴望擔任延伸四號位 也讓教練團讚譽有加 我覺得他是現在選球會裡面 大概很棒的一個集戰力球員 那我覺得不管他加入哪一個球隊 那都會有 對球隊有相當正面的幫助 楚瑜當初在光復高中的時候 那就有非常好的表現 我覺得他也會是 在我們的最終名單上面 因為畢竟他也是有很好的條件 跟手感 上個球季在冠軍戰影 恨的新北國王 一共有七個人成為自由球員 加上楊敬敏退役 球隊陣容有不少變動 雖然補進重裝坦克王博志 但GN毛佳恩透露 接下來的補強依舊會 瞄準內線球員 也不排除跟其他球隊交易 希望下個球季再次衝擊冠軍 其實我們球隊 如果以看我們現在的陣容 我們大概 當然還是比較缺少一些內線 所以當然會看一些內線 目前還在評估 可是我們當然也還在想辦法補強一些 我們認為對球隊今年戰績 可以馬上提升或幫助我們 再更有機會拿冠軍 所以交易或者是 在自由市場上的一些球員 我覺得都有可能 至於去年只差一勝 就能晉級季游賽的高雄17直播鋼鐵人 修賽季動作頻頻 除了將周宜翔交易到領航員 換來施敬堯與陳冠權 以及2023年首輪選秀權 還網羅三度獲得SBL年度教練獎的 邱大宗擔任總教練 對於接下來的補強 鋼鐵人總經理高景岩 則是先賣個關子 在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我相信 也有蠻多球隊都會去爭取好的選手 那當然我們球隊也不意外 就是一定會往這方面去進行 那所以 離球季開始還有很長的時間 所以 球隊的補強是 24小時的工作 那這就是我們繼續會進步的一個地方 上季帶領鋼鐵人一飛衝天的林書豪 日前宣布要再打一年 掀起兩岸籃球圈搶人大作戰 高景岩坦言 林書豪的加盟 對所有球隊都是加分 一定會全力爭取 讓好少子重返港都 爭取舒豪不是鋼鐵人一個球隊的事情 我想是所有籃球隊的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代表其實他就是 有這樣子價值的一位球員 他就是這麼棒的一個球員 舒豪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手 所以我相信 這個沒有想去爭取他的球隊 應該沒有真正的想贏球的想法吧 PLG新秀體測會 讓六支球團有交流機會 還能親眼看到新秀的實力 同樣比到去年安排學長組隊PK學弟 親自測試這一批新秀的能耐 就很像是達到去年的自己那種感覺 所以也是期待自己 在今年對學弟對抗上面來說 看自己有沒有比較成長的地方 但是還是希望學長隊可以贏 畢竟我們是學長 學長隊的最大亮點 當然是領航員GM陳信安 再次親自下場驗禍 跟新舊切磋 剛滿四十三歲的台灣飛人 不論球技或體態 都完全不輸給相差二十歲的年輕人 再度引發話題 我覺得 就選舉賽我們聯盟 他是一個傳統 就希望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個球場上 或球場下打得好或壞 然後技術沒有 我希望可以更聽靈現場 注意到他們的狀態 陳信安遠投進階樣樣來 寶刀未老砍進三顆三分球 全場攻下十二分 場邊其他球隊的教練團還開玩笑說 原來這才是今年的隱藏版狀元 在年度之宴陳信安的帶領下 學長隊以五十六比四十九擊敗學弟隊 為新秀體能測試會畫下完美句點 緊接而來的重頭戲選球大會 將在七月十一號晚間七點舉辦 MOMO TV將會帶來現場直播 球迷們千萬別錯過囉